会怎么样进行一个应对 选手已经是准备好了 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决胜局的比赛 谁赢 谁晋级 线下四强 谁输 谁将是 离开我们的这次第一人战 一起来看 上海欢迎你 加油 好 比赛开始 今天八进四的第三天的决胜局 SC土豆明对阵财经Candy Candy是褐色在地图的左上方 这边位于下方的是橙色的小明 就是比赛开始的时候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就小明和第一局的时候一样 就是在说OK的时候 慢了很长时间 这是在给小明 历史有些惊人的相似 相似 明是指结果呢 还是指开始 好 这边有北京的观众手机 3341说阿龙啊 你刚才说 看这个胜利不是49加1吗 那就是0.49加1等于1.49 哦 看来我口误了是吧 原来您无形中已经是把Candy赢的希望给抹杀了 49加1是吧 嗯 因为你是负的呀 你是反的呀 1是多少 100%吗 对啊 149%了 嗯 在算百分比的时候 1可是王道 我们的观众真的这么有才啊 好 另外争夺SAS World的套票的竞争也是比较激烈了 嗯 到目前为止是有231位的观众有机会参与收奖 嗯 同时我来关注一下我们第一人站的鼠标店的抽奖情况 这个竞争就不能用激烈来形容了 而是惨烈 目前为止铁量是达到了8000铁 嗯 当然 虽然PUO纪念鼠标店固然很好 但是再好也比不上我能够参加 亲眼见证我们的线下第一人站的总决赛 现在倒计时28分40秒 还28分钟了 那刚才大家也看到了PUO6线下总决赛的一些场景 当时是300人的一个场面 非常的high 基本上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都没有一个是 觉得是 我又绕过去 大家都觉得不枉此心 这次呢我们是换到了上戏剧院 能容纳将近1000人的场馆 并且各种 节目吧 也是相当的精彩 包括有我们9米长的 超长大屏幕 嗯 包括有我们的甚至还有室内烟花哦 室内烟花 室内烟花 这个很牛了 嗯 嗯 消防措施OK啊 还有 选手可以从升降台 就舞台的下方 慢慢的升上来 哦 这 这 这 对方不是12地外双吧 是O9地在双开吧 反正不管什么开 我广哥都没说话 你就开始来这一招 看一下主机地还剩几个多没 看一下人类主机地还剩几个多没 还有8个左右在踩 这 这波是一个有来有回的强力 相信现在所有看直播的观众 看到这一场景已经是 震惊了 心要掉到嗓子眼了 心是提到嗓子眼 心在嗓子眼下面 是吗 嗯 我不知道财经支撑部的老板Candy 以及他们的 老板是Peter Peter 农民汗死 以及他们的 让你造不了地堡 女领队下下美眉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如何的 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啊 激动啊 后面第二个第二个下面来了 感觉哎呀 农民脱节了 不能去修地堡 不能修地堡 一定要A 跪地已经站住了 对一定要A 地堡打掉了 我觉得Rush失败了 失败吗 哎呀 但是农民的围杀很漂亮 哎 这地堡 地堡取消了 取消了 哦 人类基本上也觉得打不下来了 小明觉得有信心 所以他取消了地堡 但是Candy不这么认为 他还持续地压制 一波未平 一波又齐 现在 所有的波浪都已经拍回自己的岸上了 啊 回家了 我刚想唱任行情的那首歌啊 这样一来 经济上小明好一些 二本也好了 天哪 Candy 今天张 为你这个指动付出惨痛的代仗啊 Rush不成 决胜局打Rush真的不是特别成熟的行为 开二框 破罐子破摔了 不算破罐子破摔吧 不就是飞龙吗 造鼻翼 鼻翼 防不住飞龙吗 家里本来就没水晶 再造鼻翼 也没有钱起防空塔了 怎么办 我看着这个胆略还是非常的让人钦佩的 奇速狗 天哪 完了 上不了 破了 天哪 Candy Candy 本届敌人战最佳的最黑的便宜嘛 BBC看好的最猪男人 不要把我牵扯进去 这个时候我要把你往火坑里推啊 Candy这时候非常的无奈 心里是挖凉挖凉的 但是后面源源不断的提速狗 啊 大战还是经验丰富的人比较有优势啊 他就没打算做飞龙 就打算用狗把你咬死 我这边农民起义的操作也非常的好 只靠一个枪柄就挡住了 但是后面源源不断的小狗 狗太多了 这个二框这时候看起来像一个笑话 这是Candy要拍一根小名基地 这是开二框 你不要混小吃惊 完了完了完了 皮速狗太多了 农民有点打不过了 啊 太可视了 竟然想用这么一个极端性的打法 这墙兵没有攻击就已经没血了 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 第一句放大招的是高手 最后一句放大招的就不打 GG 上海欢迎你 小明 来自SC俱乐部的土豆明 啊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